现在 Lawrence出证明 决定要不要染头发 我觉得他特别应该染 第一作为soccer captain 你要有点captain的样子 你想想在足球场上 别人远处看着你 第一注重的就是鞋 然后你今年比赛会穿一双黑鞋呢 可以挤在这 多么酷 会穿那双黑鞋 然后呢一点都看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的头发变成白金色的 那会多么引人注意呢 你想想首先你的头发本来就以后 已经往后飞了 然后还是金色的 哇塞 我都没有你管的那么多 哎你管的 第二呢 我需要染头发 所以说呢我需要个伴 我得把我的头发染和黑去 现在妈的发绿 所以你说我应该陪周安迪去吗 该 然后呢第三个理由是什么 你看你活了16年了 快17年了 你一次头发都没染过 你有lif吗 哇塞 这是这是哪里的标准呢 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看我已经我染过四五次了 而且呢我从来没后悔过 你说哪怕你后悔了 谁跟你那么管的头发啊 记得我的 我觉得我头发不需要染啊 你看GD染了这么丑的头发 人家真是活得挺开心的 所以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给了try呢 那头发怎么让我看着饿 嗯 那头发怎么让我看着饿 哎你就你就染了 染着白金色的 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行了吧让大众来绝叫 抽出你们宝贵的一票 哈哈哈